暑假影城人潮虽然不比往年 不过搭上一放券 确实增加出门看电影的动力 第一波一放券303万人申请 只抽出210万人 有三权民众共沟 文化部将推出一放券2.0 一放券2.0只要符合资格者 拿健保卡到超商的事务机台来注册 就像零口罩的模式一样 而到时候中签呢 就可以直接到超商来领取紙本的一放券 针对手机弱势族群 只要是第一波没中奖 身份证尾数是126 18岁以下65岁以上 以及身心障碍者就符合抽签资格 限量60万份 中签率大约9% 托伤是用身份证是喝一碗 结果我跟老公都没车中 超商的应该比较好 到超商申请领取 英法族大赞方便许多 一放券可以用来买书看电影 从7月22号开放兑换至近一个月 文化部统计使用金额 已经超过3.4亿元 近三成民众兑换 其中在书店出版业消费最多 占1.8亿 再来才是看电影 目前还有8万人还没领券 听过这个一放券吗 没有 只听过三倍券就对了 对对 搞那个500块600块 大家一直在抢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所以我没有 都没有抽 张者们姆萨萨似乎不太领情 紙本一放券金额同样600元 60万份就是3.6亿元 只是加码发券多了额外支出 又没送到新坎里 是否太浪费 看法两极 记者让浪宝林佩杰 台北采访报道